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准确地分辨 不要被身边的人欺骗 在我们想谈一段感情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理智 不要随便就找一个人在一起 一定要通过时间去了解对方 然后再决定在一起 想要得到一份真正的爱情 相信是每个人都渴望和向往的 都希望能够找一个人一心一意地对待自己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从对方的言谈举止中 分辨出对方是否花心 如果一个女人经常说以下这句句话 男人就要注意了 在感情中我们最怕的就是对方的不忠诚 爱情最怕的就是不沟通 所以在一段关系中 人们常常认为女人非常脆弱 可是男人在感情中也怕受到伤害 所以爱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们必须好好去了解与经营 一 以兵别的男人优秀 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些老实的女人 她们往往不擅长说一些甜言蜜语 她们会用实际行动去做一些让男人感觉温暖的事 往往那些花心的女人很了解男人 这种女人知道男人想听什么 想要什么 所以她们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吸引男人的注意 往往男人听到自己想要的回答以后 就会心花怒放 当一个女人总是夸赞男人优秀 那也说明了这个女人一定是接触过很多男人的 不然也很难说出这种话 二 对待感情不用这么认真 我们都知道感情中最怕的就是不忠诚 如果一个女人与男人在恋爱时真心疼爱这个男人 就会一心一意地想与对方在一起 想和这个男人结婚生子 这都是正常对待感情的表现 但是往往有些非常花心的女人 她们对待感情并不能认真 当男人认真以后 她们甚至还会退缩 这种女人在生活中往往不可信 而且迟早也会离开你 她们只是没有找好下家而已 所以男人遇到这样的女人 不要傻傻地等待付出 三 想认识一下你的朋友 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她们非常的专一 而且眼中只有你 毕竟爱上一个人以后 就不会在乎别人的感受与想法 也更不会想要与其他异性有接触 往往这种女人才会非常珍惜 眼前的这段感情 但是那些花心的女人不同 这种女人常常会想认识你身边的朋友 这样就可以说明 你在她心中根本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她才想要认识更多的人 奉劝男人不要在感情中傻傻地投入 要分清楚是真爱还是假爱 四 与一个男人恋爱没意思 说出这种话的女人非常花心 明明就已经有了男朋友 但还是在外面勾三搭四 这种女人常常不会在乎男人的感受 而且还会经常和别的男人主动聊天 因为她们感觉和一个男人聊天没有意思 所以像这样的女人一定非常花心 她们在感情中是不会浮出真情的 像这样的男人不会只爱你一个人 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女人千万要远离 结束语 如果一个女人经常说以上这四句话 那就说明她不够爱你 通常这种女人也很花心 不会顾及到男人的感受 所以一个女人她的人品到底怎样 我们是看不出来的 毕竟人与人之间都习惯了伪装 所以你要通过时间去了解一个女人 如果发现她生活不减点 那就趁早远离 不然最后受伤的那个人 就会是你自己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